欢迎收看爱情保卫站特别制作火热爱情剂 我为运动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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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特别请来了两届奥运冠军 杨玲夫妇欢迎他们 和他们一起来到这个现场帮助我们的嘉宾朋友走出情感困惑的老师们 还有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图磊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来自百合网的周小鹏周老师 欢迎周老师 来自世纪家园的高级副总裁曲伟曲老师 欢迎图老师 运动和爱情之间会产生怎样的通途呢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给大家展示出来 先看一看这一对嘉宾朋友他们遭遇到了一些什么 请看 我是小敬 现在23岁 我在二级运动员 我和小元在一起有一年了 反正我们一起打球 一起讨论 然后挺开心的 他的篮球 成绩要比我优异 他也总是用一种朝鲜的语气说我 说你成一步我好 你没有游戏 我打过球过冠决 然后就给我一种特别伤刺军的感觉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他总说这点压力压力 我也不知道在哪里 反正我觉得他和篮球都对我非常重要 都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一部分 我现在就考虑我们未来 还要不要接着继续了 第一对嘉宾朋友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冲突 因为女方是全国冠军 所以男方觉得有压力 这段感情该继续吗 来 掌声请出这对篮球请礼 小金23岁来自山西 是一名学生 学历本科 小马23岁同样来自山西 学生 学历也是本科 来 有请的这两位 经常欺负你男朋友 是吗 没觉得 你还没欺负我 当这么多人家我说你好吗 我怎么欺负你了 他怎么欺负他 不怕 我在球场上打球 我底下全是兄弟哥们儿的 你在他指手画脚 说我这不好那不好的 那不应该吗 你打球我就不应该在那说吗 你在这儿错了我就应该在那说 你现在在那儿打断我说话 你现在在那儿打断我说话 你能不能把话说完吗 这么多人都不给我面子吗 你说 你说 我在球场打球 底下全是我的朋友哥们儿 他就在底下 就在指手画脚 这不好那不好 你抽球搂子 我当时就不知道该怎么打了 什么都是我错吗 女朋友怎么看我呀 不为你好吗 那要等你比赛输了 我再想来 你这个应该这样打 你抽一样比赛输了 那你不能私底下说 不要在球场上说 别人看我笑话吗 我要找着女朋友 不是教练 你要看我教练的话 我可以找别的女朋友吗 咱俩不要在一起了 从哪个女朋友前面 那我不是你女朋友吗 你做女朋友 你关心我了吗 怎么没有关心你啊 你关心我 每天就24小时 就不离开篮球是吧 你有时间陪我吗 那不是要训练吗 那不是要比赛吗 我说我不支持你训练了吗 训练是应该的 但训练完了 你还跟别人打球 他忘了我生日了 哎呀 就因为篮球 就因为他忘了我生日了 那不是要比赛吗 要训练啊 那你训练完了呢 那一期都给忘了嘛 那干嘛 训练完了你没来找我呀 这你也计较啊 这怎么不计较啊 对不住啊 口斗比赛 战告一个段落 第一节结束 局队一休息 我们采访一下双方运动员 可以吧 一队就说行吗 你打什么位置啊 后卫小全 全国冠军是吧 大学生 大学生 你的最好成绩呢 我山西省第二 这个打什么位置啊 三号位到五号位都能打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高中其实就是一个学校 然后我们一起训练什么的 那会儿还是就是朋友 没怎么样 后来到大学吧 他挺照顾我 然后就在一一年的 我生日那天 就是他跟我表白 你主动追的姑娘是吧 你喜欢她什么呀 都有共同爱好吧 而且以前高中就互相认识 一起训练 一起打球 觉得共同语言挺多的 那会儿他看你打球 会说你吗 那会儿不会 他会有一些鼓励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开始说你了呢 拿冠军 所以我印象特别深 他每次都是拿着嘲讽 所以因为他是冠军 那本来就是冠军嘛 你就没有 怎么计划 你是冠军 是因为你有条件呀 我需要比我条件 我也能拿冠军 客观原因 你不能归在我身上啊 你这才是客观原因了 你再受不了了是吧 那你到底 你觉得你的技术 比他怎么样 比他强啊 而且我先天气就比你好 我是男的 你是女的 那是你身体好 你素质好 那怎么了 那技术啊 技术我也比你好 怎么着 今天你们要比一场 我随便 你不让他 肯定能赢啊 是吧 是 不一定啊 好 接下来我们要在现场 进行一次这个大对决 对决一共分两项进行 我们先要进行第一项 来 请上我们的道具 刘婷 知道这个怎么算赢吗 这头 分数越高 就算赢了 开始 好 好 时间到 五十分 来吧 你行吗 行 来 小伙子 开始 得了 输了 好了 谁获胜了 我呀 服吗 不服 为什么 玩这也都能输我 我球掉了三个了 那你客观也有 我球也掉了 那你没头好对不对 不服气是吧 不服气 比我运不住球了 就知道 干嘛 干嘛呀你 你干嘛呀 有必要吗 你现在就要伤自尊了 还没运起来呢 你现在就要伤自尊了 有意思吗 你现在这要面也重要了 来 站上来 我看你特不高兴啊 太要强了吧 玩了吗 这是比赛 不是玩 受不了了 你现在能体谅他那个时候被你数了的那种感觉吗 我没感觉 我当时就觉得应该是 输了我觉得很正常 我们都说怎么样了 那我看你有点不太高兴啊 输了 输了啊 他太专业了吧 徐总 你守一下 守得住吗 怕 不 行吗你 你不得人了 实在是一下 过来过来过来 来 球拿了 来 你来当线 你当线啊 快四十了吧 三十 三十七 三十七了 真三十七岁了 孩子都好大了 来 把球给人家 小心点啊 这叫男人你看 坐回去吧 好 徐总 老当一坐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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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不高兴了呢 什么呀 赢了还不高兴啊 不舒服吧 赢了不舒服 为什么呀 赢了也不舒服 因为 老鼠好久没练嘛 而且比我大 反正各方面 也没有什么能比啊 运动成绩能跟这个爱情放在一起 你爱他吗 你爱他什么 我觉得他挺好 所以我其实挺跳舞的 我挺不想放开他的 但是他老因为我什么说话不好 什么老给他压力 有时候我就很真诚 我不知道我哪里就说错 我哪里做错 反正我跟你在一起 我觉得也挺有压力的 就是一打球 你要赢了吧 你就特高兴 你要赢了 他现在在生活上有接触了 特别麻烦一个人 你说说怎么麻烦 他麻烦我朋友 麻烦我兄弟 我俩不是那次分手吗 他就麻烦我兄弟 打电话 发短信 就一直就说 你帮帮我吧 帮帮我吧 然后说让我俩复合 后来我俩就复合了 现在我那兄弟 感觉他就是个比较后悔 就不应该让他和我和好 今天我兄弟也来了 来了 来了 来兄弟来我看看 这也是打篮球的吗 他是全国冠军体操 就这种 是我的话 十个 我都不会再跟你出对象了 不可能 男人最要面子 他刚跟我们刚入校的时候 多阳光一男孩 多我自信一男孩 现在成什么样 你自己看 从上台到现在 你自己看什么样了 就是被你比 我没有 他是打篮球的 在他心里 篮球也非常重要 我也在下面看着 我们是给他下人 你在下面就是 你打的还不如 一个小学生 我已经忍了好久了 我已经忍了 这件事情的全过程 我看在眼里 所有东西我全都知道 他怎么 你给我举个例子行吗 第一次 你们两个分开 你给我发短信 我在手机上 你跟写作文一样 成百成百条给我发 发短信什么内容呢 我想好了 我不会再对他这样了 我一定好好对得好 怎么怎样 反正很多吧 其实我看到这样的话 毕竟一个小姑娘 能做这样 我以为她已经 直到自己错了 我当时是帮我哥们说 你想和好好 我帮你 我们哥们都帮你 好在一起以后 还是这样 所以你就后悔了是吗 特别后悔 我告诉你 比你好的女生有的是 想跟她好的女生有的是 你这种女生 把她压得已经太喘目了 从生活上 运动上 是很多事 她任何自信都没有 你哥们这么熟乱 你女朋友 你都不反击 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 我告诉你 现在你就跟我下台走 还谈什么呀 我们所有人都不可能 再让你再跟她和好了 不可能 兄弟 今天咱也把话说明白 没有必要了 这个感情的事 自己知道痛在哪 分了手 他们不痛 你痛 你还有话吗 谢谢 谢谢 请回 怎么了 给说哭了 我就不知道 我说那有什么错 我就觉得 哪有场不应该 我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让她压力 怎么给她累 怎么就麻烦她了 让老师来帮帮你们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是你们这运动员 都这样吗 这么好胜 你要作为一个运动员 你肯定有一颗好胜的心 一颗不服输的心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你不能永远在赛场上 你终归得有下来的时候 你没必要天天 把这个赛场上 这些东西 拿到生活当中来 这样多累呀 什么事情都要 争强好胜吗 不是 人生可不全是比赛 我觉得既然你爱他嘛 其实有时候看他比赛 你应该鼓励为主 你看防守时候 也挺厉害的 那防守 只要他不留情的时候 你看 我相信以前 如果你们要一对一 他让着你的时候 应该都是你赢 那是因为他想哄你开心 杨老师其实也有运动低谷 是吧 对 王老师那会儿 是安慰他还是说他臭啊 王老师 让他自己说啊 对 我觉得当时人感受应该最深 我运动低谷时间很长 我大概有 将近两年多三年的时间 那时候成绩很差 但是我觉得 我爱人那时候可 绝对不会说你真臭 你真难 因为我爱人是教练 那时候我是运动员 如果按理说教练说运动员 那是正常的 也是应该的 但是我觉得我爱人那时候 绝对不会说是 你怎么这么臭啊 以前打这么好 现在这么差 石环 你不知道石环在哪吗 他从来不会这么说 到最后我能走出地谷 其实我爱人帮我很多的 三位老师 我先说这女孩吧 你是CUBA比赛的冠军 对吧 但是你可能会是LOVE赛的 第一个被淘汰的 爱情这里头 不需要争强好胜的 所谓的女强人 如果要说到运动员的素质 有一点你一定要记住 可能你忘了 那就是尊重对手 而这次爱情当中 更需要给对方 尤其是男性 足以的尊重和鼓励 而你的强 是咄咄逼人 自以为是 你在责怪他 以显摇自己 这是一种很 很轻狂的强 不是真正的强人 所以你的对方 会很反感你这样 如果你不改的话 你将被淘汰 男方 其实我觉得呢 他每次能够出现在 你比赛的现场 本身对你就是一个支持 可能他情商比较低 不太会正面地去鼓励你 而只会一针见血地 说出你的弱点 难道他每次说的 都是不对的吗 他有一个专业的眼光 站在你的角度 帮助你提高 目的是为了帮助你制胜 你一定要换位思考 去想想他的初衷 为什么 回想起运动场上那句话 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在爱情当中更是一样的 爱情当中没有输赢 到底谁输了谁 谁赢了谁 没有关系 因为如果要输的话 全盘皆输 大家都不会在一起了 要是赢的话 就是一个双赢 做男生来讲 第一我觉得你要尽量 包容他 体谅他 第二 太没有主见了 你都什么朋友啊 你一朋友在这骂女朋友 你都不管一管 而且特别是在婚姻当中 在爱情当中 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朋友 你就是在一起替他说话吗 我就要替他说话呀 我觉得你的朋友做的 迪特不太对 因为如果是爱情当中有主见 是你有主见 你要不要跟他和好 你要不要跟他分手 都是由你来决定 你的朋友叫你和好 你就和好 你的朋友叫你分手 你就分手 那你这个大男人 你虽然什么呀 你的女朋友强势 你就觉得他太强势 你的朋友强势 他就不强势了呀 所以我觉得关键是 你自己你有没有主见 我想肯定真的会有 其他女孩子追你 那其他女孩子追你 你只是 啊你好帅呀 啊你打球打得好好啊 那就是你要的吗 你就需要别人这样 捧你一个场 真的有他那样 真心实意对你吗 我估计 为什么你会跟他 重新和好 因为你知道 他的真心实意 是你换不来的 千万不要以 胜利者的姿态 出现在自己 所爱的人的面前 因为战胜自己的爱人 实际上是件痛苦的事情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 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 混淆起来 因为你首先是一个家人 才是一个职业者 运动的精神是参与和合作 而爱情的精神是包容和成全 女方一直说 我不知道我错在哪 我是真心为了她好啊 恨铁不成钢啊 对 你这样做没有错 夫妻之间不需要 客客套套 就应该一语重地地指出 对方的弱点 那是真正的为了她好 但是 请借出一句话 作为女方的你们 对于男方提出意见的时候 温柔的鼓励 远胜于严厉的苛责 请问你那是鼓励吗 你那是指责 瞧不起 没有什么比爱人之间 瞧不起对方更痛苦的事情 还有 作为运动员 有好生心固然不错 那是胜利的源泉 但如果好生心戒 那便崩拜垂成 你说你找了她 你要是找了她刚才的那个朋友 你肯定说不过她 你只能天天抹眼泪 也就这么好的性格 她能够容忍地了你 另外还有男方 不管自己的女朋友 说自己好 还是不好 关键在 她有没有离开你 有些女人说你不好 立马掉头就走 那是不爱你的人 她呢 虽然不会说话 情商不高 但她不管说或不说 她还在你身边 那是真为了你好 成功的时候 用冷静的话语 来激励你 失败的时候 张开怀抱 拥抱 这才是真正的爱 来 不问一个问题 好吧 如果她不去看你打球 是不是这些问题 都迎刃而解 应该不会吧 换一个角度想 会不会觉得特光荣 我帮你换一个角度 王老师除了对杨老师的爱之外 可能有一点也挺让你骄傲的 就是蝉联两届奥运会冠军的一个 这么冷静的一个射击冠军 是你老公 你挺骄傲的吧 作为同行 我非常崇拜他 追他的女孩子也不少吧 怎么就被你拿下了呢 我更优秀 你看 你看 就是这个 你们球队那些男的 包括你刚才那哥们 他女朋友干嘛的呀 是全国冠军吗 这你女朋友 挽着你胳膊的 这多骄傲啊 换个角度想啊 挺开心吧 开心 绝对开心吧 多有面啊 你这么一想 你还生气吗 还有你 我觉得杨老师刚才那段话 说的特别好 你不可能一辈子在赛场上 比赛不是你的人生的全部 你把自己弄那么硬干嘛 情感这个事 是最不能较劲的 你要较那个劲 你会受特别大的伤害 来 一起进入黄金六座 别分手嘛 有人错 我改不行嘛 我觉得打球嘛 性格就从小就那样了 那我尽量改嘛 别分手行吗 你得说你多么的爱他 多么需要他呀 就叫不能没有篮球 也不能没有你 如果在篮球和他之间 做一个选择 一定要选择的话 你会选择谁呢 我选择你 好了 人家表白的时间到了 干你了兄弟 嗯 撑过一次手 又不知道音乐是啥 然后撑下手和好 也就是那么回事 现在又到这种地步上 我觉得 我改 我竟然改 你真太累了 你改不了 你真改不了 能啊 你怎么 你怎么让我改不了啊 你真改不了 我怎么有啥好说呢 别走 真的没有啥 可以 好 时间到 来 姑娘回来吧 你不可能做到世界最强 当爱情来的时候 你不会考虑谁强谁弱 但我希望我在我家里来 我是巧的 对 你去找一个弱的吧 你去做你的强人吧 因为你根本没有能力 驾驭一个优秀的女孩子 你找到的只不过是 依附你的那些灵霄花 仅此而已 两位请回吧 姑娘 学会坚强 回去吧 嗯 如果当你会听 你会来 往上迟 驰骋的时候 身边只有一些 所谓的欢呼声 而缺少了那个平时 骂你 泄露你的女生 你会感觉到失落 回吧 回去姑娘 没事 我知道你不想跟她分手 回去吧 我在这等她 看她出不出来 我在这等她 你就在这等她了 嗯 那我们给她把门转上 还不转上呀 你说 转上 转上 来请关门 哎呀 你回来好不好 我在这等你呢 嗯 来各位 拿起你们手里的表节器 你们碰到了一个 自尊心很强的男孩子 他说要分手 你们是 一定要拽着他的手 不让他走呢 还是说 放开他的手 如果一定拽着他的手 不想让他走 你们就按赞成 如果放开他的手 你们就按反对 来 请选择 好 现场有51.85%的朋友啊 他们做了个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可能不会像你那么固扯 你自己数五个数吧 看他出不出来 好不好 数吧你 一 二 三 四 五 请开门 能不能赶 能 以后你必须都已顺着我 能做到吗 做到的话我先喊一走 能 我觉得 这个这个小伙子 感觉对他闯上之微的 你没必要在这个时候 非逼着你女朋友 最起码给我面子就行吗 哎 这可以啊 哦 这可以啊 其实 我今天让他给把面子给足 你没见过女人 像男人求婚的吧 我今天让他给你求婚 有没有面子 有 来 你们俩过来 谁给谁求婚 牵扯好 你先答应我 我跟你求婚 起码他偷了 让他给我面子 不要再像以前的 你都给我点时间 让我自己告诉你事情 行 我让你拿起来 他心里在想回家再说 一般都在家里教训男人 愚蠢的女人 都在外面教训男人 记住了啊 来 有请 谢谢你 谢谢你 去吧 去吧 好 感谢杰丽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这个订婚礼盒套装 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石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件 你求婚啊 我求婚 男儿西下有黄金呢 哎 没面子 没面子 等等 等等 别轻易 有浪漫的事呢 站起来 站起来 不算 你也爱他嘛 就这么点事 互相包容不就好了吗 来 各位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这个神圣而浪漫的时刻 来 我爱你 你是身体素质 我都钻了老姐了 你能抱着他吗 怎么抱啊 这么抱 好 来 这个 运动员身体素质好可以多抱 他这样抱着你开心 这里也提前结婚了吗 开心吧 以后别那么凶的对人家行吗 在外人面前给他面子可以吗 可以 我可以走了 我还有一句话送给你 男嘉宾 我还是那句话 最容易搞定的是自己的女人 最难搞定的也是自己的女人 一时的妥协是为了走得更远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 我再说什么 你这太有哲理了 就是说 让你们俩就这样好好的抱一辈子 开开心心的活 这么抱着也很幸福 抱不动了 他本身就是个泪巴 你就应该这样 他说抱不动的时候 你不是训他 你怎么一点力量都不练呀 你应该直接把他搂在怀里 这就是相处之道 我们再教你们相处之道的 我抱下去吗 放下去 太可爱了 你们不要老说别人情商低 一旦情商低的人 他想明白了 他们会很幸福的 今天算是他们的爱情当中的一刻吧 接下来的嘉宾出场 会让大家见识到 什么叫肌肉和力量之美 但是这种肌肉和力量之美 恰恰惹惹来了很大的麻烦 先给你们看一个小片 请看 我是小坤 我是一名健美运动员 我在去年的天津市健美比赛中 我拿了天津市 六十公斤级亚军的成绩 你跟尔坤认识大概有两年吧 就是在一起呢 有一年多 但是由于最近工作和训练的原因 我陪他的时间就更加少了 再加上我平时在外面从事健身教练的工作 身边一些追求很完美的女生 然后会比较多 然后相对来说对我的诱惑比较大 加上我平时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有一些就比较亲密的接触吧 然后常常总是觉得我在忽视他 但我觉得很没有安定感 经常就是约好了什么事情 突然告诉我 我有什么什么训练我不能到 好吧 那经常就是这样 我一次两次可以忍 可是我也是个女人呀 我也想要有人陪 我不知道将来她的生活中会不会还有我 她能不能够给我一个我想要的生活 我们能不能够共同创造一个安安稳稳的家 你的肌肉魅力让我实在没有安全感 来掌声请出这对情侣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阿坤22岁来自浙加 学生兼健美教练学历本科 女主人公汉子23岁来自单溪 他现在是在读的研究生 展示一下吧兄弟 主持人 主持人您觉得他刺眼吗 你想成为这样的吗 说真话吗 真话 我想 为什么呀 我觉得帅呀 他是去年的健美比赛第二名 他很优秀 很多人都说他好 但是很多东西也验了 你先把衣服给他穿行吗 别凉着了 其实健身是一种生活态度 它是会让自己自信 您说的对 对 我也健身 能反映他的意志确实是 是的 而且这也是我看到了他身上这些优秀的部分 对啊 所以其实我选 一开始我就想找一个 就像大力学手一样勇敢 然后拯救自己的女人 可是很多东西 我当了他女朋友以后 我才知道特别难 真的特别难 我问你啊 你简历上面说的是研究生是吧 对 什么专业 运动人体科学 这个对他来说 其实你们俩真是绝配 确实是这样子的 我也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 因为我们之间有很多可以互补的地方 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所以我们才走在一起 那现在怎么了呢 有什么安全感的呢 他就觉得我身边的女性会员很多 然后他就觉得很没有 而且现在只是我的工作 什么都没有 你觉得能一样吗 我上次健身房找你 你说你当着我的面都跟人那样那样 那也仅仅只是我的工作 我应该给他们知道 工作就 他当着你的面哪样哪样 跟女会员肢体接触 肢体接触只是出于工作上的指导而已 看你跟人的笑容 你都没跟我那么笑过 那些不是职业上的笑容好不好 我必须得拉拢住我的会员 因为他们决定我的收入 你的会员很重要 我不重要 其实我不是说我不支持她工作 不支持她职业 那些都只是我的工作 但是我就特别希望 你把你的工作时间和你的个人时间云一下 给自己一个 因为我一开始现在不刚刚进入这个行业 我需要奠定很多的会员基础 你现在就让我今天挑这个会员 明天挑那个会员 我还有会员吗 我问问你 我听他们说 你的女会员都特喜欢你是吗 还好吧 好吗 有的女会员没事就找她 就说坤哥 遇点什么什么问题了 这也只是一些 额外的一些扶导 那你是私人教练 你又不是他爸 你是我男朋友 吃错了 我有时候一跟你闹 我特希望你重视我 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不想闹 我累了 你都给不了我一个承诺 我给你的一些行动上的行为 你都没觉得那就是承诺吗 我这么拼命的工作 从早出去 然后到晚上回来 随叫随到的服务 但是别人对你随叫随到 可不是我对你随到的 这不是为了以后的经济基础吗 你有没有想过 你钱挣够了 可能我也不在了呢 你们俩谈了几年恋爱了 一年多 怎么认识的呀 第一次认识的时候在健身房 因为我不是学体育的 所以就动作不太标准 他就过来帮帮指导了一下 一来二去的就慢慢成了朋友 今天带了你几个学生来是吧 对 带了几个学生过来 让他们帮我讲一下 就是说让他们解释一下 有必要吗 你总得给我一次解释的机会吧 对吧 你不能这样一直误会着我 我们把教练的学生给请上来 来 有请 都是教练的学生 是 喜欢教练吗 非常喜欢 我们的教练呢 就是平时带我们都非常的热情 真振 然后呢 他不管有一个性感的外表 还有一颗支热的心 平时在生活当中呢 比如说像我们的饮食方面呢 我也向我们的教练去提问 你有男朋友吗 还没 主持人 你也是第一男人 你觉得你受得了吗 但是我们的教练 跟我们真的只是教练和学员的关系 真的没有其他的感情在里面 他漂亮还是他漂亮 你说 从大家的审美观来说 肯定是他漂亮 但在我的心里 我觉得我女朋友比他漂亮 主持人又没问我呢 问的是你 我们只是从心里去敬派教练 绝对没有其他的感情在里面 你们知道教练有一个 这么漂亮的女朋友吗 还是研究生 听说过 谁给说的呀 在我们就是教练帮我们训练的时候 我们有聊天 有训练至于谈感情 哪有啊 我呢 属于就只是想要寻求那个专业上知识的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她女朋友怎么想 我觉得我们问的也挺专业的呀 因为都是想把自己的身材保持好嘛 好好好 你来问一下 你们平常上课的话 一般是一个什么情景 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们就说给他做一些指导 比如说他练二头肌的话 我给他做的时候 我会叫他控制这个肌肉 慢起慢慢犯 但是 这就哑铃吧 嗯 对 然后你看 慢慢起 对 对 慢慢吧 慢一点 对 看你女朋友的眼神 能杀了人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真难啊 是没见更亲密的 健身房里头 他总会有一些 放松什么的 那些仅仅只是工作好不好 工作 你的工作是给人做练 你还要给人家放松按摩呀 别吵 我问几个具体的问题吧 都很喜欢教练 是吧 如果你们教练 现在没有女朋友 就是一个单身的状况的话 有人会追他吗 有人会追他 请举手 我在这儿 他们不敢举 怎么办呢 我特害怕 hold不住 我们之间缺乏的是一种 沟通和交流 你明白吗 你的工作 你需要跟会员接触 我没有说不支持你 我没有说上去冲上去 怎么样吧 但是我就特别希望 咱能不能别把工作的事 带到咱俩相处的时间 你训他的时候 我真的没办法 因为 我特别希望 你能把这种 这种笑 我得拢落着我的会员 我才能有 我打断一句行吗 你们要吵的话 好歹让你说的这些 上帝会员休息会儿行吗 你不能让人陪你陪战吧 那你给松一下 谢谢大家 我沟通问题吗 你要怎么跟人沟通 说呗 你自从当了健身教练以后 我觉得你变了 我哪变了 你每次都说 挣钱挣钱挣钱 真的那有错吗 我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啊 说别吵啊 我问你们答行吗 灿灿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一个家 这个家在哪 能不能在天津 我们将来怎么样 我还有两年毕业 你还有一年毕业 咱俩将来呢 我跟你回这家 还是在天津 我们有个落脚点 我现在才敢起步 我也不能给你那么多的东西 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东西 你知道吗 因为有些时候 安排缠了以后他会变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你知道吗 所以你总觉得会变 你不去面对他 那咱俩呢 咱俩是不是有可能变 我问你 你对他现在到底有什么样的要求 你需要什么 我想知道他的职业规划是什么 我也自己也就是问过一些同好 运动员挺辛苦的 保持体力也挺难的 练成这样挺不容易的 但你真的想用 一辈子就用这身肌肉养我吗 我不是运动员 他如果未来做一辈子的健身教练 你会觉得没有安全感 是这意思吗 对 OK 好 你打算做一辈子的健身教练吗 我很热爱这个行业 我为什么不可以呢 而且这个行业收入很高啊 你觉得你的行业中的诱惑 你能受得了 我觉得我完全可以 你能把我摆在一个什么位置呢 我原来把你换在我心里 难道还不可以吗 心里头 我不是你肚子里的回忠 我怎么能知道你想什么呀 好 短信越来越少 更多的是别人的短信 我们这么久了 难道还需要每天 在这一条短信吗 在乎 我在乎 我现在觉得我特别自卑 你知道吗 心放宽一点好吗 好吧 我来问四个问题 第一 现在 每天靠什么来联系 电话 每天都有电话吗 不一定 谈恋爱期是吧 一周看几回电影 或者再一起吃几次饭 没看几回电影 吃饭的话也是偶尔 特殊的日子会不会送礼物给女朋友 这个会 你还记得咱俩在一起是哪天吗 我知道啊 正月14号 你还记得我的生日吗 知道 8月15号 这不都知道吗 我真的把你放在心里 我怎么可能会忘记这些事情呢 对不对 还有你知不知道有的时候 我为了你 我要扛很多的事 扛什么事 我的朋友 我的家人有说问我 你男朋友哪的 我说浙江的 那你们将来呢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因为他现在还在 还在上学嘛 然后 我得让他上完学 我准备把他带走 带哪 因为北上馆相对来说 对我的 对我的工作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条件 他有什么想法 他从来不说 你知道吗 现在还这么早 你现在说 那个有用吗 不是咱俩沟通 就是咱俩商量 很多东西都在变 你说 你现在沟通有用吗 一点用处都没有好不好 那你觉得沟通是没有用的是吗 那咱俩相处的意义 还在哪啊 那就分手吧 长痛不如短痛 你们看到问题所在了 应该 听听专家老师们的看法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先跟女孩说几句 你现在状态啊 就明显的 就是安全感缺乏的一种状态 对 焦虑 不安 恐惧 多疑 对 导致了你们这爱情的自由空间 严重的被侵蚀了 所以我觉得特别累 懂吗 你是有自己的问题的 因为现在的一个婚恋相处的模式 一定是工作室的平等的 而不是一个一味的汲取 另外一个就要付出 同时要有一定的自由的空间 干涉她的事业发展 大忌 我有时候理解她 但是我有时候有点故意的 有时候就希望她能稍微重视我点 我相信你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 接下来怎么做就是你的事了 还有你 你有两大问题 第一 沟通 爱她一定要勇敢的说出来 你不是说我做了做了 然后她一定会看到 看到了并不一定理解 如果这会儿还不沟通的话 那就问题就越来越大了 一个缺自信 一个缺很好的沟通方式 周老师 参参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对你们恋爱的开始 这个认识的过程 你认可吗 其实我有点害怕 因为我作为她的女朋友 我们俩是这么相识 然后这样在一起 所以你很担心 她因为有这种原因 然后跟其他女孩子 也会因为有这种原因 而相识相知 然后并且他们也会相恋 我们有时候 对我们的开端 秉承怀疑的话 我们就可能投射到 其他地方去 我们就会认为 她就会在其他时候 也会因为这个原因 跟其他女孩子恋爱 如果仅仅是因为 你怀疑她的一个真心的话 你要做的事情 是跟她进行更好的沟通 而不是一味去猜忌 都是怀疑 如果你所有恋爱 都是猜忌和怀疑的话 那这个人 即便她再可以让你信任 她都让你信任不了 你很难受 她也很难受 而对于阿昆来讲 参展师本身 她觉得她没有安全感 因为她害怕怀疑 所以她更希望 你能给她一个安全的范围 这个安全的范围 可能就是时间 我们做一个 人生短期的规划 但是我觉得 这东西就是说 变化太大了 根本就 人为没法控制 这些 可是你刚才 给了一个概念 你说 未来北上广深 可能是我想要去的地方 这就是一个范围 但是你以前 从来没有给过她 得上广子 这就一下就三个城市了 对不对 我们在每一个城市 都得两个城市 不管在哪一个城市 你是不是给了一个范围 说我们可能会去其他地方 我们不会留在天津 我可能也不会回到我老家 难道今天这么简单 就可以了吗 她是一个有计划性的人 那你就要针对她的计划 来给她一个罗列 姚老师 你看到什么了 小伙子 阿昆啊 练健脉 你练这种项目 其实你想展现什么 就是展现出我很专业 因为我需要靠我的外表去 就是说 去让别人相信我 你在我这里训练 能达到最专业的训练效果 你展现的是你的肌肉美 当你站在台上表演的时候 你很享受这个 所以你现在做健身教练 刚才你几个这个 学校上来之后呢 你很享受这种 重心捧约这种感觉 对 我很喜欢这种感觉 你觉得你的力量中 你觉得我很美 其实我倒认为 她从内心不见得去 对她们会有什么感情上的东西 因为她们认可我 这就是我的追求 对 这也是你的一个问题 你因为你太过享受这个了 你把这个已经带到 你的24小时了 你要是心里 有她 有你的女朋友 那么你在平常回忆的时候 应该多照顾一些 回家之后 我见你把手机关了 但是这个行业必须得 就是说 你总认为要放下 这个行业 不包括你健身房以外 对 我就是感觉 女孩子可能是 怀疑心过重了 从而影响了你的判断力 我自卑 我不相信自己 我觉得她现在是 越来越完美 挣钱 然后我们之间的距离 也越来越大 我呢 还是个学生 就她说的变数很多 所以 我是觉得 她就算能挣钱 却给不了我一种安定感 我觉得以前 想要的一种光环一样 或者说她外形很好 或者她能挣钱 能给我一种 有一些物质上的一种安定 但是现在我觉得这种东西 特别虚无 特别形式 所以我觉得我俩 就距离越来越大 我觉得有时候挺痛苦 我觉得你想要的东西 我好像所有人都 感受不到你这个标准 可能也包括它 我觉得你放松一点 不是像你想的那样 对 你就想的太多了 你知道吗 别顺杆爬死 我跟其他的思维的观点 有很大的不同 没有哪个女人 会拒绝男人赞美自己 貌美如花 也没有哪个男人 会拒绝女人 赞美自己 刚强伟岸 但面对赞美 同样是赞美 男人不如女人淡定 同样是诱惑 男人不如女人 能够把持住自己 这是我的见解 很显然 诚如男生 在VCR当中所说的 我的身边有很多诱惑 他自己也承认是诱惑 而且从资料当中所看 他与自己的客户之间的 短信内容的交流 电话内容的交流 已经远远超过了 他的职业 摄入了对方的生活 这是一个很清楚的问题 这也是所作为 挠忍的地方 还有一点 男方沉默 男方沉默来源于什么 来源于对未来的不确定 这种不确定 不光是事业 还有感情的不确定 他对感情是不确定的 男方始终强调说 你纠结那些问题 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它一直在变啊 但是夫妻之间 不有伤有良 怎么可能是夫妻呢 女人要的是态度 男人要的是效率 你认为我说几句话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说 如果没有办法解决 你又没有必要纠缠 但是 他毕竟比你大意识 他考虑将来的方向 他考虑将来的生活 你就跟他聊一聊又怎么样 你能穷尽心思的 投其所好的 跟你的那些 所谓的女客户 谈一些 他们所感兴趣的话题 以争取他们 成为你的客户 成为你的意识父母 为什么对待自己的女人 就不能耐心一点的 说一些 你不喜欢说 而他喜欢说的话呢 那么我想跟女方 说的一点是 有三点你是无法改变 第一 你年龄比较大 第二 他所接触的女客户 无论是气质还是长相 都比你漂亮 还有第三点 他不可能不做这个行业 健美工作 已经完完全全 占据了生活 大部分的时间 他为什么呢 他心里就是这样想的 我要是花一个小时 跟你闹那些 没用的生活里的家长 不如我花这一个小时 跟我的客户去谈 谈一些生意回来 我要挣钱养家吗 但是 在挣钱养家的过程当中 这种价值观的错误 很有可能让他 经受不及的一个诱惑 而你确确实实也有过多的猜疑 所以我刚才跟你说了 基于三点不可改变的事实 你能够 做一个智慧的女人 那你就做下去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智慧 就不要一天到你歇斯底里 你痛苦 他也痛苦 五位老师的话里面 王老师的话给我留下印象最深 我也觉得参赞 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一旦你失去了自信 自我的否认 都不知道自己哪好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人 有没有爱情都不重要 可能世界都坍塌了 你要重新来过 而那种盲目的膨胀 和盲目的自信 其实比没有自信还要可怕 都过度了 两位 想明白 想明白好多事就解决了嘛 好了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再死吧 これで好找吧 黄金六十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反对他们走在一起 这只是你们的观点和态度 他们自己会做他们自己的选择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 一起来说五个数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为什么他会没有上来 他没信心了 他没自信他走了 本来我是想让他见证我们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认识他十二年 在这十二年里他是真的喜欢我 我曾经无数次对他提发那个结婚证营了 结婚就是一张证营 我不知道他现在为什么变得这样 我都不认识他了 没想到他这次是真的想离开我了 我也不希望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离我而去 请相信我可以从头来过 因为我是一个习武之人 能说到做到 掌声请出这对嘉宾 来 掌声有请 佛先生来自重庆 是自由职业者 陈女士来自重庆 现在在打工 来 有请跟他两位 欢迎两位 说很小就练武对不对 对 他们说您哪还可以用两个手做俯 称什么 没有问题现在 能试一下吗 是 徐总你行吗 两个手是 就这的 你行吗 别累着啊 歇了吧 咱都52岁了 行啊 现在不行啊 原来年轻的时候还可以 谈了12年恋爱了是吧 对 您的资料上面写的 离过一次婚是不是 对 他在外面有外遇 回来他就要和我离婚 所以他就打我 他打你啊 对 按理说有这种家暴经历的女人 挺害怕这种动武的男人 你跟他认识的时候 知道他练武吗 我知道 因为我们都是邻居嘛 大家都是做生意的 因为这样 互相经常关照 有一次 我们都去拿货的时候 在那个车上遇到了小偷 把我的包包给抢了 后来就是他去过我那个抢回来的 所以我就觉得他洗了我的 我跟他有安全感 就是我们在12年当中有一点不好 他一直不跟我谈结婚的事 为什么跟人相处12年不跟人领结婚证呢 他跟我12年 我确实对不起他 因为我前世离了次婚 前妻伤了我伤得相当严重 所以我发誓我 你为什么离婚啊 从今以后不想再结婚了 为什么 因为我在外面做生意嘛 前妻跟人家好伤了 你们俩其实都是这个伤心之人 对吧 对对 所以说他每次 只要提起结婚 我就有一种反感 像我们这种年龄的人呢 都50岁了 我就想找一个安全稳定的家 可是我一提到结婚 他都很生气 他这种人不可靠 不能给我未来的幸福 所以我坚决和韩分开 他不愿意了现在 他不愿意 我也不愿意给他过 好不容易就过来12年 一直关系都比较好 我也不知道他会一张证 向牛而去 国牛而去 我们找的钱 装了有两套房子 他拿出去全部都了 两套房子他都输掉了 现在你说我 怎么能跟他生活下去 那两套房子的钱 都是我挣的 全部钱交给他的 你交给我 我是买了房子啊 我又没拿去 一个人用了 你现在把它输光了 你安逸了 所以你说我跟得的 我用安全感吗 我输光了 我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要陪朋友嘛 陪朋友 有些这样陪的吗 你这条开始历史没有吗 你不知道赌博不对吗 我知道 你知道赌博没法 我知道 因为我们习武的人都比较仗义 朋友来到这 所以就不可能不去啊 他们让你杀人 你也去杀人 就你那功夫去杀人 杀人我不敢 但是 朋友我和我输钱 我敢输钱 就这样 那是朋友吗 完全是借口 你说 这就是陪朋友 愿意输钱 你现在还有外债吗 现在 基本上还 房子低了 房子两套低了 现在他还要把他妈妈那套房子拿进去抵押 干嘛 他说他要重新开始 谁还相信 因为他那个手 根本都管不了 所以我根本都不相信他的话 他相信我 我从今以后我不赌了 我打算把我母亲的房子拿去 用银行去贷笔款 出来我们重新做生意 重新站起来 然后买到房子再取利 谁还相信你 他也不相信你 根本都是个骗子 说话说话 你不相信我 我再去赌 你把手给我宰 我拿去为狗 都行 我不管你怎么样 我反正确定活力分手 你现在 看着我什么都不顺眼 是吗 是啊 你把房子都输掉了 我们窝窝都没有做了 我把你 我是看不惯的 我把房子找回来 把钱交给你的时候 你们一说 看着我 但你交给我 我们是真的房子的 您怎么有那么大的胆 说我就敢把妈妈的房子 抵押了做生意 万一赔了呢 因为做生意嘛 我们练武之人 我的脑壳 本来比别人比较好用 练武之人 为什么比我们这些脑壳好用呢 从小练去说 其实最笨 比我们同等人的人 我都比他们好用一点 就是你在练武的里面 属于脑子聪明了 最起碼说有个经济头了 你那么聪明干嘛去赌博呢 你别看我们笨 但是我们不赌博 你知道吗 那就是后头 没有办法 很有多乐可思的情况下 你怎么动不动就是我们习武之人呢 你看我们习武之人 只是借口啊 只是借口啊 你说这座人根本不能和他生活下去 所以我坚决和他分手 那你其实坚决分手就行了 你干嘛来我们节目 他不干了 你走到哪里还跟到哪里 听他说 他纯粹是乱说的 我怎么乱说 因为我看你那个打头 像什么呀 我人不坏 我心眼不坏 关键是这两年呢 你变坏了呀 因为这两年是吧 生意不好 亏了 做生意是有亏有赢的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没有亏了还是赌了呀 又亏了点又赌了点 都有点 还不认错呢 他打过你吗 打过 就是最近嘛 乱说的 他因为那个我们房子没有了嘛 叫他出去找工作 他不去 就靠我 一个月在外面 两千块钱 拿回家维持生计 我都叫他去打 他说他放不下面子 他还望我要钱 我就不给他 我说你要钱 你就自己去赚 他就来拿我的包 我就不给他 他就医长给我拿来 他是不是把我两个眼睛打了 他就把包包抢出去 照常把钱拿去走了 别去拿服说 我怎么服说 那些都是 我先拿他的包 他不给他就把包一甩就打到我脸上 我顺手抖了 一扶也 他一甩我一扶 你那顺手可重 你说他那个顺手 自重 打了我 总了三千 我还不是有意的 你要有意的还得了 他一甩过了 我一挡 都是这样 我要出门去办事 大概一二十块钱 那会儿你们的钱 是他花的呀 还是你输的呀 他也花了些 我花什么 我只没吃什么 穿没穿什么 买的房子 房子里输了 这样吧 人家一个落泥组 放人家一条生路吧 行吗 有了一次婚姻失败 我不想再失败一次 那你就 踏踏实实娶她呀 都处了十几年了 你不娶人家 娶她现在有 房子又没有了 所以说我想 向她道歉 对不起 现在我把我们老母亲的房子 拿去 贷款出来 我重新做生意 买套房子 我们重新 我们重新开始结婚 我还敢相信你 不 绝对不赌啊 绝对 我刚才说的 我肯定不信 因为 我像我们两个重新开始 叫她去找一份工作 可她她说放不下面子 就像刚才她跟你说的那样 什么 我是老板 怎么怎么辉煌过 你辉煌给怎么样 你就不吃饭吗 您的意思 您的意思实际 她也不需要压 她母亲的房子 只要她踏踏实实 出去打份工就可以了 是吗 光是打工 永远买不起房子 也取不起你 你听吧 她就是这样 小的工作不想做 大的她也住不下来 这种人就是 死要免治活受罪 行吧 今天说你的妹妹 也来帮你拿了 是吧 是 来我们把妹妹请上来 有请 不愿意跟你哥站一起 不愿意 那你站我这吧 怎么了 就哭着就上来了 真的我哥哥 他做的事情 太让人伤心了 她现在坐在我的母亲家里边 八十多岁的一个老母亲 还要靠我的母亲 一千多块钱的退休工资 她也不出去工作 她放不下她自己前面的光环 她觉得她曾经她辉煌过 经常经常找我要钱啊 什么 她就是不愿意 还找你要钱呢 对啊 这些事情 他们都还有些帮他们哥哥 隐瞒我 根本就没跟我讲 这个应该平常叫什么 叫姐啊叫嫂子 叫嫂子 这嫂子怎么样 嫂子很好 其实他们的感情 还是很好的 那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呀 我就是希望我的哥哥出去找找工作 为了这个家 好嘞 谢谢你 请回吧 你看弄得一家人成什么样了 跟了你十二年 不给人家名分 不娶人家 有钱的人说 我被伤害了 没钱的人说 我没有钱 我拿什么娶你啊 人家在乎过你的钱吗 不在乎我钱 那为什么现在要离我去 我在乎你钱吗 我们两个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你也输失你的 我也输失你的 那你就不要离开我啊 就这么一个情况摆在这了 老师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家庭呢 一半是依恋 一半是依靠 几乎所有的女性 在择偶条件里面 都会标注对方 这个男人一定要有责任感 所以我说大哥你啊 什么叫好男人 事业成功并不能说明 这个男人就是好男人 可能他遇到了那个时机 并且有一定的能力 取得了成功 这个男人最关键的是 他如何面对挫折 面对挫折是一蹶不振 怨天尤人 至此消极 甚至于染上了赌博的恶习 还是说乐观面对 对于另一方不离不弃 并且能够积极向上 你想想你属于哪一类 如果你不能做到对对方有责任 并且有让对方靠得住 你连个男人都不是 现在居然还惦记了八十岁老母的房子 我亏你想得出来 那是准备拿出来贷款吗 你贷款 你干什么呢 对你重新你要从哪站起来 我还是住我的老本行住白红了 那是借口 它变成就是想拿去抵押了 再拿去去赌 我给你个建议 现在你所有的资本 以及你的背景 已经进不起你再去赌博了 这个赌博不是说你去参赌 而是说你这是事业上的 我觉得也算赌博 你要从最基础的 最安全的这个水平去拼搏 一定不要打你八十岁老母的 房子的主意 另外你怎么面对你面前的 跟了你十二年的女朋友 你给她什么承诺 她要的就是很简单 踏实实的 迈出工作的第一步去打工 找一个你力所能及的职业去做 哪怕一个月挣个一两千块钱 是啊 只要固定的经济来源 总比你去你妹妹家 去分他们的一千多块钱 来的光彩吧 嗯 这老师 我不知道大哥这个习武之人 能够分得清什么 是真朋友 什么是假朋友吗 主债六十万 这是朋友之间能做的事情吗 对于陈大吉来讲 你唯一能做一件事情 就是让他出去 让他自己去重新树立他的一个生活 如果他还天天赖在他的母亲家 还要赖在你的身边 赖在他妹妹的身边 他永远也输不起来 而且还有一个 既然你有那么多朋友 大哥 那你找朋友借钱呗 你那么多朋友 你习武之人 朋友圈子很重大 那么重多的朋友圈子都没有人借钱给你吗 他就不借跟他 我找他借钱 他们他们借钱 他们都不相信我没有钱 房子都竖完了 别人还认为你有钱吗 行吧 杨老师 到现在我听了半天 我觉得他一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对 关键就是他老拿这个所谓的习武来说事 这完全就侮辱习武 他到现在都没有认错误 52岁了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心态还像25 还要老母亲的房子 我觉得真的不可能像一个50多岁人 一种思维一种说的话 我觉得周老师说的很对 他对朋友的概念确实有很大的误区 你认为是朋友的人把你的房子拿走了 让你们没有住的地方 你还认为是朋友吗 所以我觉得糊涂 对 需要你醍醐灌顶了 你相信承诺吗 我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 承诺有用的话要接温证干嘛 一个人真正的在生活当中默默付出的行为 才是真好的证明 12年 换来的就三个字 为什么会沦落如此境地 没办法 他反反复复说 没办法 什么叫做没办法呀 他的所谓的没办法的解释 是因为我交了朋友 我们之间有友谊 所以我闹不下这面子 我要把这个钱输给别人 什么是习武之人 习武之人是 众承诺 守信用 广交朋友 从善如流 你是干嘛吗 朋友来了 差一个人 由于经常走了 不差 必须要去 跟别人家找得去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那依你这样说 开茶楼的都是水本啊 不一定 那为什么你就会亏呢 再两年才亏 那些人还是赚了 你看你做些什么事 输尽家财 游手好闲 死要面子 一个女人跟着你 十二年胆战心惊 一个老母亲八十多岁 最后还给你炸的 只剩最后一滴血汗 你还要炸 你说让我的怎么相信 你还可以再爬起来 凭哪一点相信吗 你做了什么 让人家相信吗 你都五十二 人家四十九了 还有多少青春吗 十二年啊 请我的信誉 我跟他说 你有什么信誉 我的朋友在面前的时候 我从来说话都是 你的信誉都被别人 要他要到门口了 你还有信誉啊 我这个 最后就拿 老母亲的房子来赌一把 只有这样啊 你凭什么拿你 老母亲的房子来赌 你有什么资格 我这么说吧 胡老哥呀 白活一生啊 是 为什么让你 一上来在那做俯卧车 大家给你鼓掌 为什么呀 在我们常人的想法当中 五十多岁的人 不能做这个 你做到了 但是我们哪知道 你后来有这些烂七八糟的事啊 谁听了这些事 谁不恨你啊 行吗 你有困难的时候 你的朋友去哪了 站出来了吗 没有 大概都跑掉了 你的朋友呢 回避他了 是 我承认朋友都离我而去啊 那是叫朋友吗 他不认 我不认不义 我是帮朋友 来来来来 我一辈子 我这个人一辈子 帮朋友 胡老哥 三问 第一 练了这么多年的武术 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练过他强身 在精神层面上 你得到了一些什么 练过的人 气血很足 练了可以打老婆 气血很足 可以通宵赌博呀 嗯 问你第二个问题 你现在意识到你错了 意识到 深深的深刻的 您错在哪了呀 现今的朋友在 还朋友呢 哎呦 赌里面 决定不 不再赌了 好吧 第三个问题 我只是假设啊 假设大姐愿意给你一个机会 说从今天开始 我们相信你不赌了 出去踏踏实实打一个工了 你愿意跟人家结婚吗 愿意 啃娶人家了 啃 好了 我的问题问完了 我还有个话呀 我也 为什么今天又想结婚了呢 我确实得 一求感觉到 他要离开我的时候 我得感觉到 有一种失落感 他真的离开我 我也不知道什么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来 第七金黄金60秒 小财 请你相信我 别离开我 真的 这是我法治内心的 从今以后 如果说我再度过 任凭你土质 你要哪点我砍哪点给你 请你最后相信我这一次 好吗 我不会相信 我这次彻底活的分手 我希望你不要再 我这次彻底 你不要跟着我 我出去打工 你愿意 跟我在一起吗 说老实话 在了十二年当中 说没有感情 那是假的 还是有点感情 关键是 你就是最后打我 我就想到 你像我前夫 就是这样打我 我一想到这些事 我就觉得你那种倾向 全部叫我前夫 你叫我这样 我怎么能够 这么说你还是不相信我 你要我怎样 你才相信我 你说 我不相信 没相信的已经 一点机会都不给我 不给 十二年的感情 就这么 没办法 那是你自己造成的 你妈 就没了 那是你妈没的 不是我妈没的 请亮灯吧 老胡大哥 确实把人心伤透了 我觉得 可以考量一下 如果他真的借赌 真的愿意出去的话 毕竟有十二年的感情 考虑一下 是不是需要给一个机会 让他 再看一看他 因为 其实这个人是有毅力的 如果他真的清醒的认识到自己的错 愿意去改的话 也许这种意志力会帮到他 也是供您参考 最后的决定要你们自己做 好了 两位 回去吧 大哥回去吧 如果人家做出了选择 就不能再做那个追踪什么的 这可以做到吗 请回吧 大姐这样你可以有一个更清醒的选择 好吗 请回 来请关门 大家赞成他们俩 继续吗 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来各位请表决 百分之一百 这反映了你们一个态度 衡量出了我们大家的一个道德评判的标准 我就在想一段十二年的感情 真的说抹去就抹去了吗 就是因为一个人两年的错误 是不是一个人真的就一点毅力都没有 改不了自己的一些恶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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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用一生的幸福相守去证明你选择了对的人 爱是给予 但它是合理的给予 以及合理的放弃 以及合理的赞美和合理的批评 如果我们不把合理做好的话 可能我们最后把爱会变得来不纯粹了 所以合理的给身边人爱 并且爱你身边的人 人生在于运动 爱情在于心动 婚姻在于行动 幸福让我们感动 谢谢 爱情不是比赛 运动场上要拼个你死我活 爱情 我觉得是富足 完全没必要两个人去 总是在针锋相对 要尊重自己的选择 但是一旦你成熟了 发现你的选择 有问题了 你就要接受现实 从现实当中去找问题 去处理问题 在这我们要住院电视机前的所有朋友 像图老师说的那样 四动嘛 生命在于运动 我们都运动起来 有一个很好的身体 干嘛呢 不是用拳头 用嘴巴去跟爱人 兵戎相见 而是好好地爱护他 在这里要感谢杰利亚 对于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海伦凯乐眼镜 以及海豚眼镜 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还要感谢你的收看和陪伴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